这里的东西千奇百怪 这里的问题五花八门 从鳄鱼中心到两栖爬行动物馆 鳄三代能养出什么花样 引进一些动态的 他究竟有多少致富绝招 他到底要怎样再创辉煌 敬请关注本期生才有道 澳洲北部 新几内亚南部 非洲中部及西部 印度北部尼泊尔缅甸越南 东非 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在这里虽然每一个物种的数量不多 但是种类繁多 而且相信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很难接触到的 就算在电视里 你也是很少能够看到 这么多的动物 您到底可以说对几个他们的名字吗 我还有过大家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行文筑 对几个摆洞 或论光 但是天津 也不要应该说对几个摆洞 没有事也要是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0年5月1日 黄文青的重庆鳄鱼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这是重庆市第一个专门的鳄鱼繁育观赏基地 里面包含的鳄鱼品种有鲜螺鳄 美洲鳄 杨子鳄 湾鳄等60多只 起初鳄鱼中心生意火爆可才两年多的时间 游客量却每况愈下 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慢慢的过去 那么游客该汉的也看了 我们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游客啊 又慢慢的就跟那个股票那个 那个爆装以后又下跌一样 就跌得比较厉害了 情况的急转直下 让黄文青不得不想办法力挽狂澜 那有什么能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呢 黄文青想到了扩充品种 不过这次他的目标可不是鳄鱼 我想把我们家族里面的吸引力给带到我的重庆市鳄鱼中心景区来 这个吩咐这一个准备 此时的黄文青刚刚因为杨子鳄人工繁殖成功 成为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 原本不赞同他到重庆搞鳄鱼中心的老父亲 开始慢慢认可儿子的选择 要的东西你写个清单来吧 对吧 这个我们该支持的 我们就以你来变为主吧 在一番精挑细选之后 他带着六十多只西蜜回到了重庆 站在这其实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们在里面要拿出来的这个洞啊 是我们栏目从来没有拍过的 也是我本人很少见的一种洞 特别害怕 来 有请涂大爷 我让妹子 胸就就叫了 抱着他出来了 这是什么 还给我们咱们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叫美洲烈心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变色龙是吗 对 它身上的颜色 你看就舒服的颜色非常好看 是这种特别嫩的 特别艳的绿色 对 不是变色龙 它应该是出于哪个环境下 它就是变颜色吗 它在您的这个蓝衣服上 应该变成蓝色呀 它不是那么快的变色 它是根据周围的环境慢慢的 它会把它的体色变成 和周围环境相接近的一种保护色吧 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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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脸从那边去 这样摸了 摸 好吗 它挺温顺的 挺温顺的 它身上有点热乎 热乱不温 热乎 它小猫小狗的体温差不多 而且我这么一摸到它就叫肋骨 是吧 骨头 然后它身上的表皮是有鳞片的感觉 这是软的 不是扎手 不是扎手 软软的 你看摸起来 这个家伙他现在是多大了 15岁 是你们这自己繁殖的吗 别看这些蜥蜴 现在都精气神十足 当初他们可并不喜欢这个新架 因为刚到重庆没几天 他们就给了黄文青一个下马威 我们喂的食 比如说今天喂的 明天 里面是照样放在这里 一点都没动 去食 绝食 有一些体况吃到差一点的 他完全绝食 好 然后就说 他的地下 一动不动 四肢无力的 不吃东西 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四肢无力 蜥蜴们这是怎么了 凭借家族中多年未养的经验 黄文青判断 这是由于水土不服 造成的没有食欲 缺钙的现象 夫妇俩立即开始对症下药 可一番措施采取下来 蜥蜴们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而更让他们头疼的是 一些可怕的症状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消瘦下去好像身上还开始长一些笼包 嘴巴就是那种口腔也开始溃烂 还有的就是皮肤方面出现一些溃烂 皮肤溃烂的情况 黄文青还是第一次碰到 这些蜥蜴们到底怎么了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湿气比较重 天气啊就是只是明热 阳光比较少 所以它缺紫外线皱色 这样的话呢 它所吃的一些东西这个吸收不利 尽量让它中午的时候 能够晒到室外的阳光 原本是无奈的尝试 居然让蜥蜴们的状况发生了好的转变 究其原因竟然是天气热的祸 没有了南昌的充足日照 重庆的阴雨连年 正是蜥蜴大规模爆发皮肤病的罪魁祸首 那这个每天把它搬到室外去晒太阳 好像在重庆不是特别可能实现 总是要阴天要下雨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它颅色里面安装紫外线灯 紫外线灯呢就可以取代于太阳 你这个紫外线灯每天照多久啊 紫外线灯又不能一天照到晚 照多了这个皮肤会烤焦 第二个它要松它的眼睛 比如说那个露光墙的时候吧 我们每天跟它照一个上午 二十几分钟到三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下午也是二三十分钟 然后露光到了这个冬天露光守的时候 我们每天上午是四五十分钟 下午也是四五十分钟 蜥蜴们的出现 让原本品种相对单一的鳄鱼中心 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游客增多 效益自然就有提升 尝到甜头的黄文青 由此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把单一的鳄鱼中心 打造成为专业的两栖爬行动物馆 他决定充分利用家中祖传的养殖技术 和动物资源再带一些蛇类到重庆来 2005年黄文青给近三十种蛇类设计并建设了新房 新房里有树有水 完全是仿生态的设计 到2007年 他就收获了第一批属于自己的蟒蛇卵 作为养殖两栖爬行动物世家的传人 人工孵化蛇卵 对于黄文青来说实在算不上难事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的奶奶 她把那些比如说那个黑莓金蛇 就是我们叫的菜发蛇 等等一些蛇产出来的卵 它全部集中到一起 集中到一起来就拿一个那个 像那个蛇皮袋子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一污 里面也有些那个稻草什么 把它一污起来 污起来以后就塞的一个地方 结果就出了小蛇出来了 黄文青和妻子按奶奶的做法开始了孵化 可很快他们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 我们左等右等 好 等着一直又忙蛇仔没出来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卵拿出来一看 我们吓一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黄文青腹部如此紧张错愕 当时我一看了 它就开始钢压了 没原来饱饱了 慢慢慢慢的就干掉了 而且用单一照 好像那个什么皮胎都没了 胚胎不见了 黄文青知道 一旦胚胎消失 就意味着蟒蛇卵 根本无法孵化出小蟒蛇 可是原本好端端的瘦精卵 怎么就会中途出现胚胎消失的状况呢 二十多枚蟒蛇 但全军覆没 一条小蟒蛇都没有覆出来 这个时候呢 黄文青是又难过又困惑 难道是奶奶和爸爸 没有把祖传的核心技术传授给他吗 随后黄文青跟父亲通了电话 他们逐一核实了每一个操作的步骤和细节 最后黄文青坚信绝对不是自己在孵化当中的技术出现了问题 那既然不是技术出现了问题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差错呢 我们后来分析的话 这可能于这个重庆的就是06年天气那么热 我想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006年的高温天气 怎么会影响2007年的蟒蛇卵孵化呢 高温天气与蟒蛇卵全军覆没 真的有必然联系吗 今天到的地方是一个比一个刺激 这个房间就是大蟒蛇的家 看 那家就趴在离我大概一米五的地方 在那团着一团的 说句话来其实挺没底气的 图大姐 她就是07年那一年就是所有蟒都全军覆没的那条蟒蛇吗 对对 就是她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着人家这个蟒都全军覆没了呀 大家都知道她有冬眠 然后后来我们就敷衍了她的下面的那个情况 她需要下面 对 所有蟒蛇都需要下面吗 就是说要根据情况蟒蛇都有下眠 如果温度特别高超过了她的那个承受能力 她就有下眠了 蛇下眠了 她就影响了她吃食 进食不好就会影响她的冬眠 冬眠她不好 她就影响她痰卵的质量 哦 痰卵的质量不好 一环一环的 对对对 那像她得吃多少食物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进食量呢 按照一比一吧 就是说比如这条蟒蛇是100斤 你今年差不多就给她喂到八九十 八九十到一百斤的飼料 这就能保证她今年安全顺利的过冬 随着对两栖爬行动物的了解 黄文青的爬行动物馆也在不断壮大 截止到二零一三年 这里共有龟鳖类三十多种一百多只 蜥蜴类二十多种两百多只 各种蛇类五十多种三百多条 黄文青的两栖爬行动物馆 成为西南地区数量最多 品种废权的专业性两栖动物园 两栖爬行那样是一种静态的动物 能不能以下一步引进一些动态的 比如说龙长类 专家的建议让黄文青眼前一亮 说干就干他立即组织工人们搭建楼舍 开始了新一轮引进品种吸引游客的工作 市场竞争激烈 要想吸引游客抓住游客 就必须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一番苦寻之后 黄文青终于找到了他最心仪的观赏猴子 你看他这个猴子长得特别有意思 小小的一只感觉就跟巴掌子这么大 特别像松鼠 最喜剧的是耳朵长得 就跟冬天戴的棉花耳套一样白白的 它叫什么名字 棉耳熔猴 这名字起得很天气 哪的猴子呀 它是87 它看着那么小 小小的一只 体重有一斤多 没有 只有几两只 娇小可爱的棉耳熔猴 是园区里当之无愧的猴子明星 可它这最大的优点 也是它最大的不足 因为正是它独特的身材 给黄文青夫妇的养殖繁育过程 带来了一层抹不去的痛苦回忆 看到它有鼻涕了 眼泪也流出来了 正常的那种猴子是没有鼻涕和眼泪的 它一发现它有鼻涕有眼泪了 肯定就是感冒了 头一天晚上还好好的小棉耳熔猴 第二天早上怎么就感冒了 当时我记得是 一说是月份的时候天气比较冷 也就是说也是由于下午这下班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一个舒服嘛 也就是我们床没关好 涂大姐和饲养员 为了避免事态发展的更加严重 赶紧把感冒的小棉耳熔猴进行了隔离 并且找来兽医为它打针治疗 可一针下去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自知住 而且感冒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它开始就站不稳了 站不稳 连到两个小时以后它躺下了 本来是一场再简单不过的小感冒 怎么打了针反而更严重呢 躺下只有呼吸了 然后到第二天就没有救过了 出生仅半年的小棉耳熔猴 怎么会这么突然的死亡 它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原来对于这样小体型的观赏猴来说 因为个体小 它的抵抗力就特别差 一场并不起眼的小感冒 对于它们来说 可能就成了致命的伤害 那怎么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猴子特别敏感 它特别聪明 你跟它加了药啊 它就不吃 添加维生素 无疑是增加抵抗力的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 可给小棉耳熔猴添加 却成了大麻烦 它又扔掉了一个药 你再给我吗 你再给我吗 我一天都不吃 它绝食了 棉耳熔猴不吃药 这样所有人都犯了难 体型如此娇小的猴子 如果你给它强行灌药啊 肯定会对它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如果不喂药的话 那很难保证它不感冒啊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是急得直脑头皮啊 有一天 黄文青妻子的一个偶然的动作 给了所有人莫大的启发 这里的东西千奇百怪 增则的湿地里面 它可以捕捉鳄鱼吃 这里的问题五花八门 用灯一照好像那个什么皮胎都没了 从鳄鱼中心到两栖爬行动物馆 鳄三代能养出什么花样 有些动态的 它究竟有多少致富绝招 它到底要怎样再创辉煌 敬请关注本期生财有道 在一次偶然的时候 就说我不是感冒了吗 感冒就说 吃点那种板蓝根之类的 我自己吃的时候还挺 气味挺舒服的 觉得那个胃口感也挺好的 那我后来想到 这棉耳融喉它不是挺挑剔的吗 不是挺敏感的吗 我也拿它试一下呀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涂大姐给棉耳融喉的饭盆里 放了一点板蓝根 没想到它们竟然大快朵鱼的吃了起来 解决了棉耳融喉感冒的医治问题 再加上更为悉心的照料 这种可爱的小观赏猴 在黄文青夫妇这里 终于恢复了它们活泼好动的心情 各种奇特动物的汇集 让黄文青的鳄鱼中心成为了重庆知名的旅游景区 这时候一个事件的发生 让他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 2006年3月 一条在四川广安发现的受伤巨蟒 被送往黄文青的鳄鱼中心进行紧急救治 这条巨蟒因为严重的口腔炎和口腔溃疡 已经长期无法进食 生命危在旦夕 经过99天的权力抢救 黄文青不负众望 把受伤的巨蟒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让他在业界里声名大振 并且有了个职业奶爸的头衔 他开始收留各种两栖爬行孤儿 2013年10月的一天 鳄鱼中心来了两位年轻人 四月四月 四月下午了 大概三十点钟的样子 就两个年轻人 装孩子的活活子 自活子 他端起来 他就说他一路水 像我们一样 按照景区的规定 工作人员对于送来救护的动物 是要登记备案的 可是眼前的这对年轻人 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 放下盒子就转身离开了 无奈的工作人员 只得连忙拨通了黄文青的电话 皮肤很光泽 而且带 就是说带一些那个草绿色 他的皮肤 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一看的话 这并不是说一般的蛇 这肯定是一种那个 这个国外的一种蟒蛇 黄文青夫妇赶紧抱着这条 不知名的小蟒蛇回到办公室 开始翻阅资料 给他验名正身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是吓了一跳 因为它的颜色本身就是带绿色 所以一查它是绿水冷 那么绿水冷的话 它个体就比较大了 所以它能够长到四五百斤 一般的蟒蛇 它不然是鳄鱼 唯独这一种 人 它是在这个 那个湿地里面 周折的湿地里面 它可以捕捉鳄鱼吃 珍贵的绿水燃 让黄文青如获至宝 为这条流浪的小宝贝 建个家 是它的当务之急 可如此的一片热情 绿水燃 好像是完全不灵情 一天到晚的就在到处循流 好像也不怎么停 就到处乱钻 然后就说 到第三天了 还找不到它了 蟒蛇类的农舍 都是两道门上所加固 正常情况下 它们是无法自己爬出去的 另外玻璃也没有破损的痕迹 那么绿水燃去哪了 整个笼子找遍了 没看到 没看到以后 我们就把我们叫过来了 然后我就协助饲养员到处找 结果你看 你猜怎么着 它爬到那上面 那个灯管里面去了 就是我们上面不是 装着有那个紫外线灯吗 它装着那个紫外线灯里面去了 当时我们把它找出来的时候 嘴巴身上到处不是伤口 现在已经找好了 爱根饲养员玩捉迷藏的绿水燃 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有家的生活 图大姐告诉我们 这个小树叉就是绿水燃最喜欢的小气场所 它把自己盘成了一个椭圆形 对 你看它 现在就说说明它的体况很好 它才盘得很紧 如果它身体不好的话 它就松散了 哦 还有这个说法 对对 那它现在比它刚来的时候能长了多少啊 要了 它长了多了 你看它刚来的时候 就这样比较吧 来的时候 就差不多它这么大 然后下面还有一级 它这么大 这个是彩虹毛 你看它现在 起码有三倍能够出了吧 哇 它长得够快的 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啊 它长得很快 太人吃了 它都给它什么吃啊 给它什么好吃 能长得这么快呢 你看嘛 现在我们就给它吃 乳光 班军 小乳鸡它都能吃 十四年的时间 两千多万的投资已经基本收回 去年的盈利已经超过五十万 园区的五十亩土地 郁郁冲冲 绿植浓密 在这里还栖息了无数珍贵的鸟类 每年至少有一万只的小鸟 在鳄鱼中心的绿树上诞生 黄文青说 鳄鱼中心是它的事业 更是它的梦想 几天的投访过程当中啊 黄文青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它对于野生动物的疼爱和喜爱 我想黄文青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因为早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啊 它就敏锐地洞察到了市场上的商机 获得了千万元的财富 但是我更想说它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者 因为它把自己数千万元的财富 全部用于兴建了这一个鳄鱼中心 并且是致力于野生动物千地保护和人工繁殖 那黄文青把野生动物保护 和旅游观光相结合 不仅是找到了一个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平衡点 更重要的也是 它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了财富 我们在这里也志愿黄文青和它的野生动物们 越来越好 那么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养殖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我是张祝鲜 我们下期再见吧